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的拳头究竟能有多大的力量呢 有人靠它找到生存方式 有人靠它找到荣华富贵 当然也有人因它失去了生命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勇敢者的游戏 张滨 杜文杰 杨连慧 他们将跟我们一起探讨 拳头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个电影里面能得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精神啊 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拳击运动员 他叫杨连慧 我对拳击的了解可能都来自于我父亲了 因为他平时每周末的时候会经常关注拳击比赛 其实我觉得纯粹的拳击电影应该是表现出拳击这门体育运动的一些精神出来的 我平时只有减肥的时候才需要运动 相互之间言语的交锋 似乎就从阿里那个时代开始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综艺频道 欢迎加入我们的文化试点文化公开课 今天我是五套主持人 继续在三套串门 跟大家一起聊聊体育电影 他从事体育主持工作25年 他见证了中国体育的各种变迁 他用犀利的语言拷问运动背后的人性张力 这期我们是承诺大家谈谈拳击 拳击有这样一个统计 人类历史上拍过的体育电影大概超过3000部 其中有600部是跟拳击有关的 这占五分之一的比例 如果这个数字是准确的话 那么我想拳击几乎是体育题材当中非常领先的一个项目了 而且拳击在实际上的中国 尤其是职业拳击 应该是方兴外爱 大家关注度特别高 今天现场我们请来了老师同学 而且请来两位专家 我们首先介绍的是中国体育报的杜文杰老师 欢迎杜文杰老师 欢迎您 欢迎您 平时看我们体育频道的周日的我们的《雪王争八赛》 我们就可以看到杜老师的精彩评述 杜老师在中国体育报工作超过40年了 我们是看您的这个文章长大的 真的是一点不夸张 中国写拳击以文字技术的杜老师应该是第一人 所以一会我们谈那样谈拳击 一定要得到杜老师的专业的指导 另外一位是我们MF环太平洋的冠军 杨连会 大家管的叫会就可以了 85年出生 今年30岁 我们是未来要看你拳击逐渐变老的人 希望你也继续努力 未来有更多的好成绩 如果按成绩算的话 职业赛场达20场了是吗 20场 19场胜利 19场胜利 无结果 无结果 反正钱挣着了 无结果没关系 大家其实在3月7号的比赛 看了邹世明的比赛 之前就是他的比赛 比赛我是在开车 大量的人在朋友圈发 这小伙真棒 真招孝 这小伙来自大连 这拳风其实挺凶狠 但是场上的表现很放松 而且很具有娱乐性 大家以后多注意杨连会 会是智慧的会 当然朋友熟了 上面就说 挺好 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聊聊拳击 其实拳击这个运动 离我们既远且近 大家一说拳击 立刻首先想到是 我们曾经的奥运金牌 一说职业拳击 想的可能比较近的 就是邹世明 杨连会 我也请教过杜老师 中国到底有多少选手 在职业拳击拳当中 目前正在争战 说打得不错 有点起色的二三十人 不夸张的讲 世界上任何一个拳击组织 对中国这个市场 都是寄予极大的希望 而且我也相信 未来十到二十年 中国可以处在世界上 有广泛影响力的拳击选手 这是一定可以的 可能杨连会这一代 可能是为后面一代要铺路 未来真是想成为像帕奎奥那样 有影响力的亚洲集权王 我觉得希望是有的 今天我们接着谈拳击电影 再次熟悉一下职业拳击 这个机会是不错 而且大家想一想 都看过什么职业拳击的电影 先问问 有什么职业拳击电影 是你看完之后特别激励的 特别激励的 我看的第一部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 那就是史泰龙主演的那部 洛奇 洛奇 还记得是大概什么时候看的 2000年初 2000年初 因为我99年搞的拳击 就是刚开始算启蒙的时候 看这个 那励志作用特别大 特别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最深的就是洛奇的主题曲 包括大早上那种 特别激愤的曲子 现在很多这些世界职业拳王 还有一些拳手去比赛 出场曲还是用在洛奇的那一段曲子 包括他到最后实力相差 很多很多的情况下 靠着自己的意志品质坚持下来 那种不是说的那种精神 这个洛奇系列总拍了六部 应该是影响至深 而且这部影片也是史泰龙的成名之作 那江湖 杜老师 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推荐 如果您排在前面的 全球电影您最尊崇 最喜爱的是哪一部 从我来讲 或者说我和我周边的比较熟悉的人 喜欢全球电影 我觉得还是点是洛奇 因为这部片子应该说 不仅在给中国的很多的全球电影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部片子在全球题材影片当中 它应该也是可圈可点的 而且能拍六部 这个是非常 说明市场是巨大的 因为当时这部片子实际 它不仅仅是在艺术形象 或者说它这种电影故事 给人来看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它对全球这项运动 起到了极大的推荐作用 1975年曾经在全球电影上 被称为全球工业革命的爆发型的一年 有十大事件 其中一大事件之一 就是电影洛奇获得奥斯卡新下奖 能够像洛奇把人物 包括他的故事 以弱圣强 以正压邪这样的真正体现 全球吸引人的元素的东西 都在他的影片中体现了 所以这部片给人印象支撑 特别是 刚才我们在小的方言听看 阿里最近拍的一部 《维尔史密斯》拍的 也非常好 也非常好 说到阿里 我们都聊了阿里 那是12年前的作品 2003年拍的影片叫阿里 我们中文翻译叫全王阿里 这部影片大家可能多少都看过 尽管我们今天来的同学们 年纪都比较小 但这部影片如果你错过了 未来这个经典还是需要重新再看一看的 《维尔史密斯》演的这部影片 看影片的时候 杜老师接连地称他 这一定是读过阿里自传 也是熟悉阿里人才能给出这样的一个评论 说到阿里 哪个运动项目都自己的偶像级人物 你说足球 贝利一定是定义足球运动的第一个偶像级人物 说到篮球 乔丹是最合适的人选 拳击就非阿里莫属 尽管一代代全盟 而且有的人从攻击力 从一些特色来讲 应该不逊于阿里 但是阿里封碑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 出生在1942年 今年73岁的老人 身体应该说不是太好 最近一再传出病危的消息 我也相信当他离世的一瞬间 整个拳击节将送别一个 应该是送别或者是太阳或者是月亮 这样主宰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人物 我不知道杜老师到时候一定会把自己多年对于阿里的认知 要写下来 要跟我们共同分享 1996年奥运会有个小细节跟大家分享 当时我是记者 正好去亚特安大的一个酒店 当时中国委会住在那里 有一天晚上我去那采访 突然发现阿里一行人从我的面前穿行而过 那时候大家都痴呆呆的看着他 没有任何人拿起摄像机去拍摄 几天以后 奥运会开幕式上 他点燃了奥运的圣火 可以说那一瞬间是奥林匹克伟大的时代 也是拳击的伟大瞬间 同时也是美国人打内心完全接纳拳王的巅峰时刻 1942年出生 出生之后的他应该是家庭的家境并不是很好 12岁开始打拳击 18岁 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拿到奥运会金牌 自此之后开始转为职业选手 60年代的时候 美国的种族其实还是特别厉害的 当时的阿里认为自己拿到奥运金牌 回国应该受到很多的礼遇 带着金牌去吃饭 去叫服务员的时候 服务员仍然是一脸傲慢 就因为他的肤色跟白人不一样 所以阿里当时非常不能接受眼前的一切 愤怒的把金牌扔掉了 是扔到河里了吗 扔到河里了 扔到河里了 1996年亚太安奥运会国家会主席萨布兰奇 在奥运会的赛场重新授予了在一面复制的 60年罗马奥运会的金牌 这也算是让他重新找回真实的奥林匹克的荣誉 1964年阿里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 第一个世界重量级拳王的金腰带 这也是他自己迈上的第一个巅峰 后来74年78年 总共人生当中三次拿到冠军 但是人生不是这么平坦的 因为历史的发展总是跟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1966年 越战逐渐逐渐进入到美国人的生活当中 当时美国应该是征兵 阿里非常鲜明提出的拒绝战争 很多州的拳击组织拒绝向他签发比赛许可 这意味着阿里将不能在美国这块土地上进行职业拳击的比赛 从66到70年底 也就是将近五年的时间 他开始了一个较为漫长的特殊的人生阶段 当然人生阶段当中有个人生活的境遇的变化 也会静静的陪自己的孩子 也会出国比赛 但是这五年对于阿里来讲 应该是人生价值的一次慢慢的积累与转化 这个过程其实很重要 在拳王阿里的电影当中也会得以呈现 当然关于阿里的电影会有特别多 特别多 我们趋指一算 超过十部 甚至将近二十部都没有问题 阿里的影响力通过这些电影 大家可以看到 应该是非常鲜明的 这里既有对阿里的整个的职业生涯的记录 就是我们看到全王阿里 也有去年所发的一部纪录片叫 我是阿里 相互之间言语的交锋 似乎就从阿里那个时代开始 这部影片是由阿里存留下来的大量的以前的录音 因为那时候摄像并不是很多 而且有很多家庭录影拍摄的黑白影像 以及对他周边的朋友家人教练记者的采访 还原一个六零年代七零年代相对真实的阿里 因为我们所认识的阿里 像我这样的普通人都是一个封碑记的人物 但是这个人有多重的侧面 有些侧面你未曾知晓的时候是完全陌生的 我跟杜老也交流 我看到材料当中 其实阿里是一个极爱表达的人 这个表达像杜老这话说 喋喋不休 而且职业全军运动员在开赛以前 相互之间言语的交锋似乎就从阿里那个时代开始 他做的特别极端 80年对霍尔姆斯比赛 全世界据说电视观众达到20亿 这个数据如果真的是真实的话 恐怕后人想超越它也不是那么容易 像帕奎奥打这场比赛 尽管是达到2亿美金的总的奖金 能达到20亿观众吗 我觉得杜老孩这20亿是什么概念 泰森达到过20亿吗 没有 没有吧 这20亿应该是一个完全空前的 后人想超越起来也是极其困难的 在阿里所他自己参与或者别人扮演的大量的影片当中 有一些纪录片所呈现出的阿里的较为完整的形象 将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位伟大的运动员 当然了 还有一个数据 是据统计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 对手的拳打到他的头部大概是29000次 我觉得这可能是个估算出来的 因为没有人会是很精确 也许是职业前军的记录 这29000次我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帕金森是综合症的一个诱因之一 杜老孩他得帕金森症好像还得的挺早 对 阿里应该说是在1984年被发现得帕金森症 85年当时还到国内采访 当时他肚履应该还是可以的 手有些颤抖 稍微有点抖 到88年以后他的帕金森症逐渐的难以控制 所以到96年你看他举起火炬的过程 其实所有人内心是既感佩也有点心酸 这可能是职业拳击留给我们的一个相对鲜明的特色 他的几次经典的拳王争霸赛 应该是整个拳击历史上的经典之战 这样的比赛可能我们现在一时没有机会完全重复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看电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就是拳王阿里应该是在其中的表现是相对比较充分的 这部影片在03年的时候也是掀起了对阿里致敬的一个高潮 大家内心当中可能要做好一些准备 因为老人的身体状况真不是太好 去年的时候他的女儿还公开出面 感谢了拳迷对他父亲的关心 但那一刻其实很多人都默默在做着准备 甚至在准备后事 可能不久的将来 我们希望当然这个消息来得越晚越好 也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去重新回味 他带给我们那些职业拳击的这些精彩 说到女儿 其实阿里有个女儿还是拳打的还不错 而且曾经在中国曾经也推广过比赛 多儿是吧 他是在2000年的6月份在广州 在广州 第一次到中国打的一场职业拳击比赛 来了阿里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五个女儿当中的最小 最小 而且我们看到阿里的职业拳击的技术风格之一是脚下那种灵动的脚步 被称为蝴蝶舞步 女儿也继承了父亲这个特点被称为蝴蝶皇后 蝴蝶皇后这个名字还是非常非常好听 女子拳击本来的关注度没有像男子拳击那么高 但是因为是拳王之后 因此一时之间影响力还是非常巨大的 阿里我们暂且说到这儿 因为我们关于阿里的电影分享的不少 在2014年有一部拳击电影非常重要 叫旗鼓相当 这部电影在最初的时候 拿到这个电影的时候 你看这个电影海报 这是可以说是两个老人了 对吧 两个老人 这部电影标题就是德尼罗 是打龙 大家一看 这个是太熟悉不过的影星 德尼罗创造的《愤怒的公牛》 绝对的1980年代最佳电影 而且德尼罗本人又是一个天赋极高的拳击手 他虽然是一个业余演员的扮演 但是当时拉莫塔对他评价特别高 这斯塔龙就不用讲了 到现在还是上下纷飞 在拍着各种各样的动作片 而这部影片在最后片尾的15分钟的12回合比 比赛全是有两个人几乎没有用替身打完的 无论是镜头所呈现的眼睛的肿胀 嘴角的流血还是鼻子的渗出的血都是真实的 而不是用化妆师化妆上去的 两个老人非常拼 这部影片如果你看了的话 有人在贴标签说它是喜剧 其实你看了之后内心有一点小小的酸楚 这个酸楚就是职业拳击运动员当暮年的时候 如何让自己重新回到当年的状态是如此的艰难 斯塔龙在自己接近天亮的时候 靠在客厅的沙发上正在小气的时候 旁边的教练非常残忍的拿起杯冰水 破到脸上 该训练了 凶神恶煞 一会儿说再睡一会儿 一会儿又一个冰水破过来 该训练了 这就是真实的职业拳击的运动员 如果想取得好东西 一天都不能懈怠 而斯塔龙在废旧的停车场里 拉着废旧的车辆向前艰难前行的时候 你可以看出 每分收获都是每一分付出所换来的 但是同时 我中年男人 看到这两位老拳手的比赛的时候 我特别高兴 行 70岁 还可以 其实这还是给我们一个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份期许 但是如果回到经典的拳击电影看 那就是老公牛打老骆棋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其实两个人上一部电影的合作还得追溯到1997年的警察帝国 其实两个人合作过 但是真正在拳击世界当中 这还是第一次 其实这个片名 我有另外一种解读 它叫旗鼓相当 其实如果执意的话 应该是仇恨之战 仇恨之战 因为在这个比赛最后的时候 德尼罗还问这个萨龙 你恨我吗 我恨你 其实双方是共同成长 相互见证职业生涯的 但是两个人生活有所交织 但是这个影片当中原本是喜剧开场 因为两个人都是拳击当中的传奇人物 去拍拳击游戏的真实动作捕捉 这个以后 杨凉会再出点名就有可能你来干这事 为什么呢 就是身上绑着这个传送装置 在这个绿木的面前 你在挥舞你的拳 然后这些轨迹被记录下来 就成为未来游戏当中 玩家所操控的拳手 那些轨迹就是你打出的轨迹 两个人在那开始发生口角 竟然产生一场比赛 你会清晰的看到 一场职业比赛是如何被推广开的 两个人要做各种各样的推广活动 包括从飞机上跳伞 跳到指定的位置上 你想都快70岁的人 要跳伞跳下去 而且要在别的自由搏击赛场上 去传播自己的比赛 这场比赛 最终从一个小体育馆 换到大体育馆 也有赖于社交媒体广泛的推广 可以说这个电影很轻松 你可以把两位传奇演员演艺的 传奇拳击手的一场比赛的全过程 深入的进行了解 同时让你回想起两部极为经典的拳击影片 而这拳击影片 无论洛奇还是《愤怒公牛》当中的 有些经典桥段在这里被重复了 比如说像《愤怒公牛》所表现的拳手 其实是在愤然离开职业拳击运动之后 是到酒吧里去做脱口秀主持人 那环境就特别像我们今天这环境 因为我们今天这环境 虽然是个录像的现场 两百平米 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小小的酒吧 而脱口秀主持人坐的位置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位置 滔滔不绝在讲 这是他后来选择的职业 所以德尼罗在酒吧当中也再次把自己当年表演的桥段上演了一下 还有一个小的桥段就是洛奇的扮演者斯塔龙 他被教练员领进一个冷库挂的都是猪肉 他就一直在想跟这猪肉怎么 因为他在洛奇当中有这样的桥段 但是说这次不打 这次我们不打 其实熟悉的人都会立刻去回到那部电影当中 这个电影没有在国内上演 我觉得是个小小的遗憾 但是大家对于这两个演员 如果你真喜欢的话 你从他们身上还是些许能够读到当年青春的风采 就我如果是个观众的话 我不大喜欢斯塔龙这平头 我老觉得他有点过度追求年轻感 不如德尼罗能够有极其平顺的心情 当然你看赤裸上身之后的肌肉状态 斯塔龙基本的样还都在 架子还真没倒 因为他最近一直在拍这种老英雄复出影片 像赶紫队 金钱多俏 一直都在演 这的确是一个像我们滴滴雪当中 所第一次看到硬汉的形象 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怎么样 我们第一次看滴滴雪 有时候都看的是家用录像带 非常不清晰 但是滴滴雪的几个系列还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你看这是传统硬汉的这个形象 这应该是世界电影史上可以一直传播下去 而被历代人所铭记的伟大的电影形象 乐观点 再演十年戏 或者像伊斯特伍德那样 再演二十年戏 我觉得可能性都有 只不过以后有的戏可能只能坐着演 不能像现在上下翻飞的演 但是这部影片还是不错的 说实话 最开始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内心有点拒绝 我老觉得老演员出来是不是就挣点票房 挣点钱 后来我发现演得很认真 拍得很不错 我也推荐会儿给你看看 这还是挺棒的 这部影片延展开的两部电影 我们跟大家一会儿来聊一聊 说到洛奇 刚才两位都给了洛奇极高的评价 这个洛奇拍了六部 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 从1976年开拍 将近四十年前 他是不足三十岁 二十七八岁的一个年轻人 他当时是一点名气都没有 在好莱坞等待着出头之日 但他是一个拳击爱好者 是一个搏击爱好者 他发现了一个人的故事特别有价值 这个人就是跟阿里打过的请教杜老师 这个人叫维普纳 对 维普纳 江亚大 这个人跟阿里打的过程当中 是打满了15回合 最后时刻才输掉比赛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很符合很多人对拳击的认识 拳击运动的魅力不仅在于你有凶悍的攻击力 还有极强的抗打能力 这是很多弱者在奋进当中必须拥有的一种能力 所以斯大龙用了三天的时间把这个故事改写为剧本 而且写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信念 主演就是他 所以他一切一切的剧情设计和描述都是他自己 但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名气和辉煌履历的年轻人 想让一个剧本在好莱坞可以投拍 这太大了 当时好莱坞有多少电影公司 大家猜猜 40年前有多少 来 姑娘你给我比较一下 30 太悲观了 30到50 你再大胆一点 再大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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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到300 当年的好莱坞有500家电影公司是可以出品电影的 当然了 这个可能在美国的东岸也有电影公司 但主要电影公司也都集中在好莱坞 斯大龙干了一件事 就是把所有的公司编成号 逐一拜访 揣着剧本 敲开别人的门 逐一拜访 一到500 没有任何人去接受这个年轻人所提出的剧本 怎么办 再来一遍 一到500 仍然没有人接受 怎么办 再来一遍 一到500 这时候是多少次了 1500次 1500次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自己是创业者 我们自己是求职者的话 你面对500家公司已经来了三过的情况下 你还有勇气吗 可能要不就改行 要不就放弃这个项目 这是人之常情 因为足够努力了 对吧 但是撒龙坚定的 我再来第四过 当到第三百五十个的时候 终于说 把剧本留下吧 把剧本留下 我们来 我们来看看 终于这个电影的拍摄计划开始被拟定了 就是1800 50次的努力 面对500家公司 终于达成了拍摄电影的可能性 但是剧本虽然相对认可了 挑衔主演 挑衔演员 最开始没有考虑斯塔龙 因为当年成名的有很多演员 从票房考虑 怎么考虑一个根本没有名气的年轻人 但最终命运垂青的斯塔龙 让他出演了 这部影片的投资是多少 100万美元 拍摄了28天 最终票房超过了1.1亿 应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所以像洛奇这部电影 就其拍摄的背景 内容都对职业拳击 有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和促进作用 刚杜鲁尔所谈到的 1976年 职业拳击的工业化革命的元年 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影片顺势而生了 这部影片总共六部 可能后面几部的艺术成就 没有第一部来的那样的辉煌与伟大 但是能拍六部 说明人们需要看职业拳击 也需要看斯塔龙的精彩表演 所以斯塔龙这样的真实 我们如果不知道其成名的过程 总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其类型成功 其实这份坚韧 可能是每个拳击选手身上都必须拥有的 这个应该向这部伟大电影致敬 下面说说愤怒的公牛 愤怒的公牛这部电影也是在电影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在最初的时候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这个波折是因为最初是怎么发现这部电影的拍摄契机 大家都知道德尼罗拍《教父》对吧 拍《教父》第二的时候 他在拍摄间隙看中量级拳王拉莫塔的自传 大家注意点 好的体育影片 尤其跟人物有关的 基本脱胎于比较完备的人物自传 而我们国家真的是关于体育明星 自传非常少 技术也比较少 所以缺乏了一个剧本和故事的基础 这个就是愤怒公牛之所以能够成功 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叫公牛 是因为拉莫塔的拳击方式 它相对来讲身体浮的比较低 而且它出拳凶猛 大家可以看它整个的拳台运动的方式 特别像一个斗牛场上愤怒的公牛 所以这愤怒公牛实际上是拉莫塔当年的一个小的绰号 所以这部影片从拳击的风格来讲 应该是一个意大利后裔拳手 所以给我们带了一种相对独特的风格 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 发现这个题材了 找谁拍 就想到了马丁西克赛斯 马丁西克赛斯最开始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其实没大注意这个剧本 说不行 最近我非常忙 是不是咱们等等再说 等等等等再说 几次等等再说 让这个电影的拍摄契机一再错过 但是马丁西克赛斯本人也有人生际遇的转变 当其处于相对低潮的时候 重新想起这部电影 说这部电影是不是重新来过一下 我们能够拍一下 他拉着德尼罗两个人 跑到一个几乎很少有人去的小岛上 分闭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把剧本彻底盖完 拍摄了这部影片 这部影片拍完之后 赢得了巨大的反响 而且为了这部影片 德尼罗几乎练了一年的拳击 在拉莫塔的 因为他必须扮演拉莫塔的 这是我经常关心的体育电影的问题 就是如果拍电影杨连慧的话 谁演杨连慧 因为你自己似乎不是特别好 但是你找一个普通演员 他怎么能把拳击这套学会 就是你模仿也得模仿得像一点 形体上 气质上也得像 拉莫塔当时给了一个评价 说你要再练几年的话 你可以成为世界中两级拳王 这对于德尼罗的评价 就可以说是相当相当高了 但是事业的选择 让德尼罗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一路向前 成为一个影星大道上快速奔跑的人 这部影片也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这部影片没有能够获得最佳奥斯卡的最佳电影奖 大家说是个很大的遗憾 为什么遗憾 因为在那个年代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 里根总统遇刺 里根总统遇刺的时候 凶手被逮住了 审问 说你的犯的动机是什么 说我是看了马丁西克赛斯的出租车这部电影之后 我萌生了刺杀总统的念头 这一下马丁西克赛斯就背负了很大的压力 就说明电影没有给年轻人树立良好的榜样 所以在那一届的奥斯卡评奖当中 大家认为评委是因为这个 没有把票投给奋斗的工友 这部电影在当年的放映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影响 到今天再回头看 到新世纪来临的时候 大家静心一想 这部影片完全可以称当的是80年代 最伟大的电影 而不光是体育电影 不光是拳击电影 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 其实在80年代前后 是一个大电影 著名电影 非常丰沛的年份 而这个电影拍摄出来 也是马丁西克赛斯少有的 拳击和体育的题材的电影 而且大家都知道 德尼罗和德尼罗是很有拍意大利后裔电影的 包括叫Burnox 也是一部反映纽约的意大利聚居区的生活的 一个年轻人从小成长的故事 可以说这些故事都是跟创作者 主演 主创人员 自己的生活际遇和价值判断密切相关的 这部电影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来看看 所以说 洛奇 《愤怒公牛》 《乔阿里》 这都是我们在内心当中 一直放在很高位置的电影 但如果说我们最近几年电影 我不知道杨连慧和杜老师和现场观众 看没看过有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是韩国电影 这韩国电影是2011年拍的 名字叫冠军 这名字没什么特色 金德九不老师是吧 金德九我知道 金德九是韩国一个很有名的运动员 但是很不幸 金德九是在拳击台上比赛中受了重伤 然后是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去世了 他的去世也导致着职业拳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要保护运动员 甚至从15回合减为12回合 这可能都是因为他的离世才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巨大的变化 这是2011年韩国电影人拍摄的这部电影 也是在向金德九致敬 也是回到当年的历史当中 这部影片如果有机会大家也可以找出来看一看 其实关于拳击的电影非常非常丰富 我们今天只说的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包括伯基俱乐部布拉德皮特所演的 包括The Fatter也叫拳手 这叫是丹德卫斯演的 包括低俗小说当中 我们都看到拳击手的形象应该是很普遍的 其实拳击电影之所以受人喜爱 一定是符合广大 普罗大众的心理特征的 因为大家都希望逆袭 大家都希望命运的转变 而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拳击运动员 绝大部分都是出身寒门 还有一部很经典的拳击电影 叫百万宝贝 这部影片是描写的30岁的麦奇 两年之内成为世界冠军的传奇故事 这部影片在最初拍摄的时候也不被看好 而且投资很少 所以我们看到真是老戏骨 年近80的伊斯特伍德来演这个影片的时候 他扮演多种的角色 不是说演的角色 而是整个片场当中的角色 导演 监制 男主角 所以你看到这部影片 最终奥斯卡当中斯万克能够获奖 是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这个故事是极其真实 甚至是极其黑色 和最终对内心是极大的挑战 当你看到影片的最后 当你看到终结他生命的时候 每个人内心的那份苦涩 我相信是一样的 但是每个在这个道路上前行的年轻人 对麦奇的经历都应该是感同身受 才会看到麦奇当年打工的时候 回到自己的狭小的住宅里面 打开灯 掏出来的饭食是客人没有吃完的牛排 对他来讲 这并没有什么不妥 因为要活下去 因为有梦想要实现 而且斯万克也是一个完全的职业 也没有打过拳击 他跟四次世界冠军的得主一起训练了三个月 应该说是仓促上阵去扮演 但是还是得到了影界以及拳击界的认可 这部影片也是拳击电影当中的经典之作 而且我所非常喜欢的摩根弗里曼也在里面扮演 对于一个拳击俱乐部的认识 对于一个拳场的认识 你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认识 尤其是在影片开始不久 摩根弗里曼说 这就是我的家的时候 把链一拉开 里面一个小小的床 一台电视 在哪练 在哪吃 在哪住 哪就是他的家 所以大家知道 任何一个拳手的成功的道路 真的很艰辛 我们也知道杨连慧我们交流了 他的父母也都是务农出身 这真的是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当中 打拼上的年轻人 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个命运改变人生 命运改变我们整个时代的这样一个大背景 叫做电影 所以拳击往往能符合 而且拳击所展现的社会的多侧面 让我们意识到一个职业拳击手的整个的发展历程 是极其苦涩的 而且伴随着极大的生命的不确定 一会我们有机会也跟杨连慧一块交流 就是中国目前之夜的拳击胜率最高的选手 虽然只有30年的人生经历 但也经历了很多很多 一会可以聊一聊 其实他的经历可以拍电影 杜老师吧 完全可以拍电影 我们分享别人的拳击电影 我们分享别人的传奇故事 其实是想让我们中国未来的体育电影 在选才方面 可以选才中国的拳击选手 而且中国的拳手在未来的世界拳击的格局上 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所以今天我们请来杜老师和杨连慧 我们就想探讨这个话题 未来中国的拳击电影会有怎样的发展 有请两位登台 我们一起分享 一个人的拳头究竟能有多大的力量呢 有人靠他找到生存方式 有人靠他找到荣华富贵 当然也有人因他失去了生命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勇敢者的游戏 张斌 杜文杰 杨连慧 他们将跟我们一起探讨 拳头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从这个电影里面能得到一些其他的精神 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拳击运动员 他叫杨连慧 我对拳击的了解可能都来自于我父亲了 因为他平时每周末的时候会经常关注拳击比赛 其实我觉得纯粹的拳击电影 应该是表现出拳击这门体育运动的一些 讲的有点意思 我是焦虑不开 我平时只有减肥的时候才需要运动 相互之间言语的交锋 似乎就从阿里那个时代开始 体育题材的电影 为什么层出不穷 张斌眼中的体育文化 你知道多少 文化试点 张斌带你看电影 分享不一样的体育人生 让我们珍惜眼前的故事 记录正在发生的真人真事 欢迎两位 刚才我们谈到了 其实拳击电影太丰富了 我们都看别人的电影当中吸取营养 我们特别希望中国职业拳击能进步再快一点 我们也希望未来的大电影当中有拳击手的形象 我也知道有人在用照片的方式在记录杨丁辉在美国的训练 我也知道有人在用纪录片在拍邹世明 但是我们总希望能不能电影属于中国的职业拳击手 属于中国人的拳击电影的角色应该会出现 越来越近了 对 杜老师是完全见证了拳击运动应该在改革开放之后 在中国的命运起伏 对 可以讲职业拳击在中国发展其实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业余拳击其实是以奥运会为目标的 在我们体系里还算得到了重视和投资 您觉得大电影如果说真是要拍时下的中国的拳击的话 您有什么题材人物您可以给推荐一下 人们在观看希望得到拳击比赛带给人那种视觉充击力 那种碰撞 那种体现人的精神 这种同时他对精神层面同时也会产生更大的需求 当然一部好的全体题材影片 它一定是有丰富的传奇的经历 冠军只是一个方面 当然能说好的题材的影片 它一定有丰富的故事 能够给人一种感觉 一种启迪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当然好的电影它建立在一个好的本子基础上 对比较好的故事 对 好好的故事 电影摄像机问世之后拍的第一部片就是全体题材影片 就是全体题材的影片 当然是纪录片了 所以就是说全体和电影应该说密不可分 特别是体育题材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全体市场这么大 有这么多像熊昭忠 周世明 连会这样 有各种传奇色彩 传奇经历的人 中国选手在拳台上的这种努力 会有很多好的全体材的影片 中国虽然有这么大的全体市场的需求 但是我们给全民们提供的 有关全体的文化方面的精神上的东西非常少 书籍 影视作品 音乐 诗歌 一收集全体 其实每个人心目当中的定义其实不完全相同 你像我作为一个传播者 我一想就是比赛 一想比赛就是收率 然后有人说这比赛 一想比赛就是商业价值 你像帕克奥马尔打两个亿 打一场全赛八千万美金就进账 这可能是任何一个运动项目 个人的单场比赛收入都达不到这么多 这职业拳击绝对是现在最高的 那一位跟我一样也是传播者 当然您更是拳击的研究者了 你是拳手 在你心目当中拳击还有没有其他一些定义和个人的一些想法 先从连会这 拳击是什么 拳击是一门艺术 拳击是一种技术 拳击是一项运动 拳击是 也可以说它是一种魔术 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技能 对 就是作为一个拳手 是一个技能 是一个博弈的一个技能 是一个谋生的一个技能 你刚才说到拳击是艺术 这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是艺术 艺术是表演的 你知道艺术是升华到 怎么说给大家带来了快乐 可以去欣赏 从里面悟到更多的一种生活的理念 对自己有一种启示 启示 对 作为我来说 我一直非常快乐 因为我从事了这项运动 非常快乐 我感觉这项运动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我真正是这种快乐 我想把这种快乐分享给大家 再一个比赛 运动员 你一定是我相信多传达一些乐观向上 注意看他那眉毛 你看注意看 几针这次缝的是 五针是什么 五针 五针 就是竖的这个是缝的针 真的是三月七号比赛中 真的 你看那个姑娘倒抽一口凉气 是吧 这的确是 这个是真实的职业拳击的冷酷 但是这也是魅力的一部分 像我们杜老师您是拳击的报道者最开始 后来您又成为一个运动的研究者和拳击文化的传播者 在您的心目当中 拳击一定不仅是一项运动 它还是写什么东西 拳击是写什么 拳击是从古代奥运会 它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奥运会比赛项目 延续到今天 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拳击这个项目之所以有这么大胜利 我觉得不仅仅就是一个比赛本身的圣舞作 它有很多的内涵 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多的是拳击电影 还有哪些拳击的传播方式文化方式是存在的 比如说可能看到雕塑摄影 还有哪些是你比较熟悉的 或者哪些经典的一些读物 是大家应该如果你喜欢拳击是必须要读的 当然我从1983年开始就做国际拳击的报道 拳击是我报道的一个项目 我对拳击的理解是我更关注拳击比赛背后的东西 文化的历史的东西 这样的话我们对拳击这个项目的认识 就和我们简单的看一个比赛胜负 我个人认为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刚才我们共同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什么是拳击 两位老师给我们的答案 虽然各有不同 但是我相信都是把我们内心当中 关于拳击运动碎片化的概念 逐渐复合成一个完整的概念 从连会作为一个参与者来讲 它一定是个技能 是一个职业拳手去奋争自己世界的一个技能 当然打得好的自然就可以上升为一种艺术 而杜拉尔哥我们的艺术的概念 就是拳击运动其实是人的本能 为什么拳击和搏击的项目会有这么多的观众 一定是激发起大家内心当中一种象征的一种雄壮 而且是一种人类生存本能的东西被激发出来 但是拳击运动5000年的发展 一定跟社会发展密切关联 时刻体现出时代的缩影 而且看到了这么多的拳击电影 每一部电影其实都在传播着正能量 其实我们最终看到的都是人类不断向上的那份正能量 关于拳击我们内心当中还是充满了阳光 充满了激情 向榜样学习 向拳击致敬 让一个运动进一步伟大 让人静闪光 是我们从拳击电影当中可以得到的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也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其实特别期待大家能够关注文化试点 关注我们的文化公开课 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关注体育电影 因为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别人拍的体育电影 我们也期待着能以08年奥运会之后的那种景象 我们在年108年促生出了很多体育电影 我们正在申办2022年的冬奥会 也希望中国人的体育生活的丰富的变化 让体育电影成为一个常态化的存在 也希望职业体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样的话 拳击会更多的走向我们的大荧幕 也谢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关注文化试点的官微博 官微信 关于体育电影什么题材最好 跟我们交流 我们争取促进中国体育电影的大发展 谢谢大家 我们争取下次体育电影专题的时候 再见 谢谢各位 从他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深挖一下 就是这些电影背后的关于体育 关于文化的意义和内涵 想通过今天的旁听 可以对体育电影有一些更深入的 更详细的了解 我是75年参加工作到国家体委 78年到中国体育报社工作 从1983年开始 一直搞国际体育新报道到现在 我感觉我去看这些东西 实际上搞体育这些东西 包括我自己最喜欢的这部电影 叫做罗奇 我希望推荐给大家 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一种内智的一些东西来在里面 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精神的这种支持的 所以我们确实需要通过电影这个载体 把体育文化的体育感人的这种故事表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因为体育的诉求是多远性的 就是我们以往比较强调的是两点 这个两点是什么呢 一个是我们最容易看到和被积月起来的 就是奥运争光计划 这里涵盖了就是以国家荣耀为重要的追求目标 以突破运动极限为使命的这样的体育活动和体育事业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容易提全民健身 全民健身是关切每个人的健康与快乐 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这个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地带 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人的成长 这个人的成长当中体育扮演什么角色